If you wanna see some crazy I don't so lazy So you should meet me and my friends Hi 第一次進來這裡 我開始當作出路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新相機 今個新學年 我打算用我新的相機 拍一下我的study vlog 好 先轉過來 Hello 大家好 我是Sheryl 很久沒見 現在又要拍大學日記了 因為我剛剛就入了新的學校 所以就拍完中大日記 接下來就要拍交大日記 現在就八月了 開始要做這個orientation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緣故 所以我讀的那個 course 其實就沒有face-to-face的all day 所以就全部逼迫在同一天 就是待會在電腦那裡去做 那今天的all day 它有幾節的 辦公室自己的all day 和自己的supervisor 和small group的同學見面 2小時後 現在有幾分鐘的break 所以我就可以拍到影片 待會就會說 說什麼 寫了一會幾分鐘 待會就會是見自己的supervisor 我都有點緊張 因為我剛才看人名 我都看到有些是香港人 有些不是的 可能要入interview mode 又要用英文去介紹自己 那待會有一個IT briefing section 會教我們用zoom turn it in 坐在電腦前面幾個小時 對啊 還有一會兒我會拍學生的照片 因為我有個很大頭蝦的事情發生了 我交學生的email 是不小心掉進去spam email 因為他昨天吹我交 說過了deadline 然後我才知道原來過了 有些email 不知道為什麼會掉進去spam email 或者是那些宣傳的email 所以我林葛林王 就打算今晚自己拍完學生的照片 就算了 這個情況是 大家一定要小心查email 因為我差點 是連入學email也收不到 那時候完結了 過了幾個星期 我覺得應該會收到email 但是我怎樣refresh 都看不到有新email 之後呢 我要找到spam email 還有宣傳 那些很多email 最後呢 我在宣傳那個category 我才找到那個入學的email 幸好我找出來的時候 還沒過deadline 所以我才可以順利入學 我開了兩個螢幕 下面就是downloads 講下了什麼program的重點 上面就是 剛剛關掉了 剛剛剛剛結束了的上一字 像是zoom meeting 那我待會繼續 等多一會 上了zoom all day 那就拍照了 大家會想 教大日記拍些什麼呢 雖然我也不知道 我未來這一年會有什麼 到時候再算 Hi 第一次進來這裡 不是第一次 第二次 因為有一次陪上佬交工房 但是其實我不太會吃路 之後剛才門後的保安叔叔有教我走 就是他們教我 為什麼他們去學生 終於我開始當室路 終於我拿完學生證了 我剛才拿了當室路 找不到那個help center 我終於可以撕走了 不用做physicist 我現在就坐在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庭的位置 那我就幫自己張學生證拍照 因為報過刀 告訴大家我會讀書 否則無緣無故出嫁大日記 會嚇壞人 所以我應該會在IGPO的照片 吃醉吧 等一下 有一種男孩子的同學剛才會在轉唐 所以很多人 其實我不是很會拍的 所以你見到我也不敢 這樣擋芋司 好像是很害怕的 那我拿完證 然後走了一會兒 我應該就回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